美国的军队是相对比较自由的 就是在我们平常早上需要晨练 晨练以后需要上班 但是下班以后 我们是不需要穿军装的 然后我们是可以随时离开基地的 而且离开基地的时候也不用穿军装 上班的时候必须在军队里面 但是下班以后可以随时离开基地的 那你可以和外界联系没有关系的 然后我们一般当边的时候是两个人睡一个房间 然后房间里面是电话上网全部都是有的 所以和外界联系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我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们当边的时候都是两个人一个宿舍 然后有一次我的室友 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波多黎歌的人 然后他经常会带女朋友到宿舍里面 然后晚上就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 那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能继续蒙着头睡我的觉 军人的制服一共有我们平常穿的制服 就是平常每天工作的时候穿的制服 叫做BDU BDU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Battle Dress Uniform Battle就是战斗的意思嘛 Dress就是穿衣服嘛 Uniform就是军装的意思嘛 那个就是那种中文就叫迷彩服了 那迷彩服的话 平常可能有些人会看到电视里面迷彩服有时候可能坐巴巴的 但是其实我们那个迷彩服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需要喷那个就是那种烫衣服的那个喷剂 然后都要用那个运斗 把那个迷彩服运得很平像纸板一样 然后运了以后呢就把它挂起来 每天早上穿那个迷彩服的时候也是要很整齐很平板 就像这个军服一样 那当然训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 训练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直的了 然后我现在穿的这个军装它叫Class A Uniform 这个是在那个每天就是那个BDU 更上一层更正式的一种服装 这个就是一般平常是不会穿的 这个只是在就是有可能庆典的时候 或者宴会的时候才会装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比这个更高一级的 那个就是是蓝颜色的 那个也穿的比较少 美国的军队呢它有很多各大基地 然后我从新兵连毕业以后 我被分到北纽约州 北纽约州的那个基地叫做Tenth Mountain Division 就是第十三地师 那是一个那个我们那个单位叫Light Infantry Division Light Infantry是什么意思 Light就是轻嘛是吧 Infantry在中文就是步兵的意思 就是我们是一个步兵旅 那这个轻呢不是说我们很轻 它还有一个步兵叫做Mechanized Infantry Mechanized Infantry就是坐车的 坐坦克的坐着去的 我们轻是我们走路去的 但是我们作为军人来说我们是不轻的 因为我们走路 所以我们所有的器械装备 全部都要背在身上背过去的 那这个标记呢就是我们那个 第十三地师的标记 每一个军队的这个基地 都会有它单独的标记 着装的要求肯定是相对是比较严格的 从这个头发怎么剪 从这个胡须怎么刮 还有这个军装 这全部还有这个鞋子插不插 全部都是有要求的 我们比如说我们当兵的时候 每天早上都会需要去这个 就是要排队嘛 排队就是集合 集合的时候这个军队里面这个的长官都会检查我们的头发 检查我们的胡须 检查我们这个衣服是不是平整 还有我们的鞋子是不是有打亮 这都会检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